台积电中国南京12寸金圆厂将在明天也就是12号举行禁机典礼 涉及台积电在中国市场的重要布局 那么目前证实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将会亲自出席 另外明年要公布的三奈米建厂计划 外传跟流台湾的可能性很高 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去年7月动土的台积电南京12寸金圆厂建立完工 12号将正式举行禁机典礼 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将亲自出席 并邀请8家重量级设备业者一同见证 从台积电的眼光来说 我们是以这个就是技术的差异 就是technology differentiation来取胜的 尤其是我们现今的制程跟研发活动 都是以台湾为主 那当然我们现在在大陆有一个新的基地 我们会从16奈米小量开始 为了避免关键技术走漏 张忠谋2015年敲定 以独资方式申请登陆 台积电12寸金圆厂 位在浦口经济开发区 总投资额30亿元 负责金圆代工并兼具IC设计中心业务 并直接切入16奈米 是现行中国地区最先进制程 最快2018下半年量产 月产能达2万片 除了要吃中国制造商机 5000亿元的3奈米投资计划 也可能将跟流台湾 尤其产能将达百万片 是南京厂的50倍以上 政府部门也允诺 积极协助台积电解决水电 土地环品问题 我们目前并没有碰到 不可以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才会说 我们基本上是神圣乐观 各类的准备 其实我们大概都一直在进行中 我们的环境好 当然就会留下来 南京厂即将落成 外加本周iPhone8新品 即将公布上市 台积电今天股价市值 再创新高 盘中一度来到219.5元 市值值逼5.69兆 创下最高市值历史记录 新谈电视审慧彤 台湾台北报道 云 temos 警方anter 请不展望 不展望 彩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